中老年人所出现的肩膊问题 普遍我们会统称为五十肩 因为很多时会在50岁附近出现 但五十肩的成因有很多种 而最常见的就是冰封肩 或者我们会称为冷凝肩 冰封肩的成因就是肩膊关节膜发炎 而发炎普遍是由肩膊前方开始引起 普遍来说冰封肩没有特定因由引致冰封肩 但也有一系列的高危因素 有些高危病人会出现这些情况 包括吃烟 有甲状腺的问题 或者糖尿病的病人 这些都是高危一族会出现冰封肩 如果出现冰封肩肩 肩膊关节膜发炎 他们普遍是肩膊功能会受损 包括在前身、外身、外旋、内旋等 都会出现疼痛和绑紧的情况 普遍来说病人会有典型症状 例如梳头、洗头、拗背脊、脱衣、脱衣 会有困难和睡眠都会受到影响 病人通常不能将疼痛那边睡到床上 要是转側去另一边睡觉 冰封肩普遍来说可以分开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疼痛期 顾名思义是疼痛最主要症状 成因是发炎 疼痛判斥引致肩膊活动范围有限制 而第二个阶段是冰封期的时间 发炎症状已经减少了 痛楚已经减少了 但伴随而来肩关节膜会出现结痂的情况 因此肩关节会有严重的绑紧症状 而第三个阶段是解冻期 伴随而来肩关节的活动能力也会逐步逐步有改善 而症状的时间其实快的 可以一至两个月已经完成三个阶段 但有一些病人可以整个过程 要经历年半甚至两年的时间 才会完成三个阶段去康复 大部分的病人大概90%左右的病人 肩关节都完全康复 日常生活没有影响 但大约有5-10%的病人 肩关节持续会有疼痛和绑紧的情况 而除了病历方面 我们都会用临床上的检查去确定 而典型的症状就是病人自主提高 外身的话会受到限制 除此之外 我们辅助他的手提高和外身也会受到限制 除此之外我们都会做一些准一步的检查 包括X光 磁力共振等等 去排除会不会有其他的成因 治疗冰封肩很重要很重要的 就是要及早去诊断 及及早做一些适当的治疗 去缩短症状时间 和可以减少出现病发症的机会 如果他是在疼痛期或冰封期 我们的治疗首要目标就是要控制痛楚 控制痛楚我们有很多不同的方法去帮助 包括一些口服的消炎止痛药 亦都有一些注射式的药物 例如雷固醇 另外物理治疗亦都可以有起到一个很重要的作用 而在冰封期和疼痛期 其实是一个治疗最黄金的阶段 如果在解冻期内 病人的活动幅度仍然是很受限制 我们就需要考虑用手术方法去处理 我们会用肩关节镜 去将我们的肩膀关节膜去松解 以及将一些发炎组织去清除 而做完手术之后 都要做大概六至八个礼拜的物理治疗 去逐步康复 而大部分病人在完成了整个物理治疗 和手术的疗程之后 肩关节活动幅度也有大幅度提升 其实冰封肩普遍来说是不会复发的 不过如果你曾经出现冰封肩 而你又是糖尿病患者的话 你对面肩膀再出现冰封肩的机会 其实是会有四成的